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梦露49岁 绝美 先生 资料都是从网络拿来的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一起回顾 玛丽莲梦露 1962年6月一日 是1962年8月五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性感觉的19岁写生 性感觉的19岁写生 1962年一位19岁的女孩拍摄了这张照片 《玛丽莲梦露》是美国20世纪最著名电影的女演员之一 她的表演风格 正值圣年的贵落 成为影迷心中永远的性感女神 性感符合 和流行文化的代表性人物 珍货汁 female 百年一位噢 百年一位噢 叶眼一位噢 蓝月露 一位噢 叶眼一位噢 又像个纯真的笑容 就像个小女孩 这就是她的魅力所在 纯真而真实 性感而不下流 一位纯情的少女 这个镜头下就是最真实的她 隔龄死后几年 她的儿子才发现父亲的遗产 看到这些珍贵的照片 花多年时间整理 才让这些事迹典藏 玛丽莲梦露绝美照片重现于此 让我们看到一个最真实 最美的玛丽莲梦露 同时也让我们怀念这位影视界的传奇女星 最后的照片 这主照片是1962年7月13日拍摄 拍摄三周后 我们就 女神玛丽莲梦露 就被发现 似是于格罗奇的家中 享年36岁 由于女神的命运实在是带悲剧 摄影师最后决定不公布这些照片 这系列作品被名为最后的照片 画面里的梦露在海滩上展现各种自然性感的姿态 天真绝美的校园 她所留下的绝世繁华 依然令隐移怀念 谢谢和我一起欣赏这些照片的大家 请关注我的频道 请关注我的频道 马丽莲梦露 有一些名言 她说谈诗上 虽然我不知道谁先发明的高跟节 但所有女人都应该感谢她 对爱情的看法 跟某个人不开心的在一起 还不如一个人不开心 谈裸体 她认为身体本来就是拿来看的 她不应该被遮遮掩掩 如果你能让一个女人开心 你就能让她做任何事情 小时候照片 清纯 可爱 称名字照片 将是 我们永远的回忆 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 你喜欢看着什么影片 我尽量帮大家找来这些资料 选择好不好 我尽量帮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请点击小铃铛和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